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地三胞以及品地三胞 而随着三胞证明为原住民 而改为现在的三地原住民 以及品地原住民 如果从时代背景来看 其实台湾的原住民 除了身份上有所区别之外 而在民族也有分类 台湾原住民族被分为哪几族 最早是出现在1900年 由日本人类学者 伊能家具分成七族 到了1935年 另一位学者 遗传子之杖分为九族 而九族的分法甚至影响到 1949年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前台 这是在1954年 由台湾省文献会 交由内政部核定的 台湾三地九族名单 可以清楚看到 当时是沿用日据时代的民族分类 而修正为中文名称 再由台湾省政府 公告给各政府机关比较办理 在这个表格当中所谓的曹族 指的是嘉义县阿里山 及南投日月潭的原住民 但在1958年 人类学家陈其露 进行日月潭少族调查报告中 却指出 少族在民族分类学上 应与其他九族 有相等的独立地位 当时人类学家陈其露的研究报告 引起学术界很大的讨论 但是政府并没有重视这样的研究结论 还是持续沿用九族的分类 为了证明自己 为了删除在户口名部 亲属戏别栏里的错误印记 校主人开启了长达十多年的证明之路 和我们一起来 参与我们自己的苦难 我爱你家乡在哪路啊 你你家乡在哪路啊 从前之后是一条人 现在还是一条人 从前不下天平真心 今天对朝乎我们的折胜 1989年台湾原住民族 全力促进会棋子挑扬 在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 这场游行来自日月坛 穿着族服 举着少族牌子的少族人 正式向外界宣告 自己民族的名称 他们二十多人 跟着游行队伍出发 被国民党消灭了 我们来听听少族 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好不好 我和少族就大家 大家是问世 少族 一位少族人 被叫到流行队伍的指挥车上 他的发言震惊了现场 我的名字叫做拉伟 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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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日月坛的少族同胞 拉伟 拉伟 日月坛 是因为我少族同胞 因为打猎 最首先基础的基础地 过去因为做到一组 日本人的统治 随意发生的西洋 以及他们保护少数民族 照顾少数民族的西洋 把我们牵到目前的日月坛 德华盛 基础 并且共有维护的良田 但是 台湾回归祖国以后 回归祖国以后 国家竟然 以没有德基为理由 如果 赞我们上市的一切的一切的土地 上市的所有权 使我们更加促使 促使面临的捷径 即将灭亡捷径 上族土地问题 付出台面 成为当时 永远有关注的议题 而上族的正名运动 开始在部落内部酝酿 与族人参与圆运游行后 1990年 石敬才成为村长 校族正名 成为他任内 推动的主要任务 我们为了证明这一些 我们这边也派了一些长老 很多人都到阿里山去 结果去那边得到的 语言 生活习惯 都没有脸童的地方 他们有来也带了很多的 做了好几步船 我们就迎接 在村子里做 有的也是有到 深切的到家里面做 好像了解一下 生活方式不一样 祭拜的方式也不一样 的确所有的名称 像椅子 像桌子 这些名称都不一样 所以说 这好像我就把它当成 这是一种证明的 还有语言 都没有类似的地方 所以说 大家就 要把这个草族改回来 改成少族 因为以前我们的长老 他们说 一大少 一大少 我们少 汉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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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少 可是我们 我们一大少 好像是我们少族 是这样 他也不是说 一大少族 也不是 这是我的写字 有书的地方 简石朗是位国中 国文老师 在大学时代 因为喜欢台湾历史 于是开始记录 中部地区的地方文史 书架上摆满他长期收集 以少族的相关资料 1990年代 他进入少族部落 做田野调查 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 这个阿瑞 那个祭司 这个是朗瑞 如果是朗瑞的话 现在不在了 看这个照片 就有点伤感 很多老人都不在了 这个应该是二十 二十五六年 二十五六年前的照片了吧 这个少族的那些影像 与村长石敬才认识 让他见证了一段 少族争取正名的历史 我进去少族做研究 做调查的时候 那时候的村长是石敬才 石村长 当时他的年纪也大概是四十几岁吧 所以正是年复立重的时候 所以他当时 他曾经带着少族的老人家 去阿里山会亲 他也邀请那边的州族的朋友 来日月潭 来日月村 而且他去的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去的 像那个石村长都跟我讲过 奇怪 我们的语言不一样呢 我们穿的衣服好像也有差别呢 我们亲戚上好像也没有来 没有很密切地往来呢 祭典好像他们的祭典 那个Maias 好像也跟少族这里的 那个农室祭典 狩猎祭 那个传统的 那个过年新年 那个路斯安 又不一样 所以当初那个石敬才村长 他心里头也是很纳闷 而且他一向的主张就是说 少族就是一个独立的主 但是他当时他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在部落里头还没有形成一股 一股很大的力量 所以当时都是石村长他在号召 他号召部落里头的老人家 我们去州族那里会亲一下 然后去了以后就跟他们有很多互动 互动回来以后更加深他那种感觉 我们真的是很不一样 他怎么一直都是放在州族的底下 所以他就到处成群 那个石村长 那个湘民代表会 那个湘工所 那个县政府 都去成群 那个石敬才村长一向的主张就是 少族就是独立的一组 我们是研究者的话 我们当然心里很清楚 我们从语言上看 从那个栗腺体DNA的那个人的生物性来看 从精神的文化 比如说技艺 那文化的很多细节的部分 那个跟州族去比对的时候 真的会发现这两个差异太大了 村长石敬才四处成群 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份公文 就是这个原住民这个 少族证明这个 我接到通知单 在台北 我们拿哪一条 半变吗 不是 原住民原委会 原住民委员会 我忘记了 我就从这边 我那时候我没有开车 我从这边就雇车六千块 到台北去赶开会 结果上去了 大家都做好了 我一看 大家都穿西装 不好意思 我第一次参加他们这种开会 那么慎重 我穿的是很干净的夹克 我第一点 我就给你们说抱歉 下次来的话 我一定会穿西装打领带 是这样的 我当时我给他们报告 瑞坛的少族 跟阿里山的 那时候已经慢慢在改变了 那个周族 不同组 我就那时候就开始在争取这样 并且 想说这一些 告诉他们这一些理由 我们这一组 少族 祭拜的方式 有那个 神旭 有神圣 他们要 我们要拜拜 好像有卖牛 买电视 一些 你有购屋 你有嫁女儿 起媳妇 那些都要拜拜 少族要证明的诉求 在政府的行政机关体系里面 发出声音 而为了要民族证明 也为了援助民族 积极权益的奋斗 有位少族人巴鲁在1987年加入了冤权会 土地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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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你的拳头 一起喊 土地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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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法律的工具 这个是有法律的国家吗 这个用少主义讲就是说 没有人是籍外人 事实上在这个 严令当时在华西街 以及那个午后事件以后 事实上严前会的这些干部 像宇匠 老板狗 白燕 土澳 阿栋 就在思考说 台湾原住民不是只有我们这几族 技术好像还涵盖所谓的少主 所以他们就去寻找 就是有来到一个部落 找少主人 碰到我 那就联络了 当时我也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我是卖吃的 当时我也一口答应 因为我对于整个少主的地位 以及面临到汉的压迫 汉人的一日 这个商业化的这样的地方 搞得 是少非少搞不清楚自己的一个地位 所以我觉得说我跟原住民应该是要结合一块 去共同为原住民的问题去努力去释发 所以我就一口答应了 那当时大概是1987年吧 所以我后来大概我参加了第三次还我土地运动 巴努举手一下 巴努举手 好 挺到最前面 再来是杨世雄 1993年第三次还我土地运动 巴努举手是原权队会长 他时常走上街头 争取原住民族权益 我们要马上 在各种的代表 我们要 我们要 先去 第一个 原住民族还我土地运动 争取自治权和修行证明运动同时进行 1994年5月 台湾原住民族宪法运动联盟召开第一次会议 两个月后与总统李登辉会面 当时有26位族人进入总统府 少族代表是72岁的祭司马老仙 巴努担任少语同议员 原运是台湾原住民族对追求历史公益的集体呐喊 在街头上不停冲撞国家体制 所带来的冲击与遗憾 一直留在巴努心中 他们第一分级所核准的路线 造成宇将跟马洋的不满 所以他们要表达的地方 为什么不能经过 不能进去这样 经过这样的 但是当时我不是核心成员的 我们运动团体有核心成员 我不是啊 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更改路线的情形 若是我知道 我若是核心成员的 我绝对不会赞同这个更改路线 因为我抱持一个观点 原住民不受这个外来统治政权的法律耶稣 但是我不是核心成员 他们造成这样的错误 那时候他们这样触法 我根本就是 我接受 为什么我这个民族 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外来挣钱关呢 你凭什么关我 但是爱我不是核心成员 我没有办法提供的意见 那一次对我的打击相当大 那一次的 因为我觉得 我们没有必要 受这个国家的欺负到这样的程度 原住民族赠民运动 经历十几年的抗争 中华民国宪法终于确立 援助民族的民族地位 援运策略从都市抗争 转向部落杂根 部落主义带起援运新路 巴努也回到日月潭 继续争取少族正名及权益 1996年行政院援运会成立 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位 民选总统李登辉上任 他非常的重视本土意识 大力的推行社区营造 1998年台湾省政府 与中华民国社区营造协会 推动大家来写春史计划 巴努和简石朗 白宏儒组成少团队 就透过这个计划 整合所资源 凝聚族人的力量 第一项要推动的 就是少族正名 这个就保留很多当时的 当时的那个原始的资料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举个例子来讲 当年我们做老照片的展览 就有这个 对这个 然后再来呢 少族的要求证明 我们又提出了 请愿书 请愿书也就列在这里 简石朗手里拿着当时 大家来写春史的报告书 里面有一篇 少族定位与正名的陈情书 是在1998年9月19日 由少族同幕原福田 石福祥 全体族人 以及少族文化发展协会 共同提出 在台北来来饭店 递交给当时的行政院长 肖万长 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的主委 华家志 陈情内容写着 从文化 人力学 遗传基因都证明 少族与周族不同 少族从未被列入 原住民行政体系中 在族群命脉延续 缺乏政策与法律的保障 期盼政府重视 1998年11月13日 台湾省政府将 曹族证明为周族 而少族还在争取证明 为了要审慎 进行民族认定的法治化 行政院圆明会 开始委托政大 进行民族身份认定研究计划 在当时巴努认为 少族赠民必须透过各种方式 才能成功 我们的情况是要自己找出来 这个工作的技巧跟经验 为什么我们跟政大民主 是要互相来结合 来作为证明一个关键点 因为他是专家 大家来写春时团队的 这样的一个机器 让少族有这么多的朋友 结合在一块 就是没有大家的 写春时团队这样的一个团队成立 稍微是无法成立 那同时 少族也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帮他们 那大家来写春时的计划里头 有一个计划就是要 要办那个老照片的收集 那老照片的收集 它牵涉到 请奇老出来讲故事 它就有很多 在奇老脑子里头的 那些很珍贵的 部落的发展的过程的历史 那些故事都会跑出来 所以那个旧影像的采集 是蛮有意思的 大家来写春时中的老照片展 冠起族人对历史的记忆 简石朗还留着当时展出的海报 可以看见 还没有被官方认定的独立民族 写着少族两个字 1990年代的报道文章 也留下少族不断对外界 要求证明的声音 从1980年代 少族争取民族证明 要成为台湾的原住民第十族 他们不断在政府的 行政体系内发声 也不断地对外成情 结合民间社运团体 还有学术界的关注 而另外 他们透过大家来写春时 这样的计划 来凝聚内部族人的心 还包括了建构自己民族的历史 少族用自己的方式 走一条从未走过的民族正名之路 和时间来到了1999年的2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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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是在1999年2月5日拍摄 地点是在日月坛的总园餐厅 刚成立两年的新军园民会主办 召开少族认定两族座谈会 除了邀请中央及地方政府 学界 文史工作者 教育界之外 更特别的是 少族与周族都有代表参与 少族出席的有巴努 袁福田 石敬才 白杰 高昌丰等11人 周族则有阿里山乡的乡长 吴野仁 名政客武顺三 代理大富野社同幕出席的汪志明 国小校长浦中勇等4人参与 此时台湾正在经历由中华民国第一任 直选总统李登辉 推动台湾省政府组织任务精简变革政策 处理援助民族政策事务最高行政机关 能是省政府圆明会 在这场座谈会上 省圆明会主委李文来说明 政府会尊重少族 并透过行政管道 积极寻找具体且可行的措施 而行政圆明会则由计划处处长林江亦说明 目前已经委托政大进行 援助民族身份认定的研究计划 作为日后制定法律的依据 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正面的回应 少族要证明的诉求 而在这场座谈会上 很特别的是 周族以及少族的代表 也分别表达了民族的立场 代表特副野社同幕汪念月 出席的汪志明说 少族 周族是一家人 少族面对的问题 我们愿意帮忙 2月15日举办的 马亚斯里海报 要交给少族头目 邀请联谊 而少族头目原福田则说 少族成为第十族后 与周族的感情依旧 还是有渊源 之后每年到周族 进行联谊活动 两族的对话强调少族证明 不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 而接受委托民族认定 研究计划的政大 则由文化 历史 族语的差异 提供客观的数据 让两族理性讨论 彼此之间的关系 长达三个小时半的 少族认定两族座谈会结束后 少族证明并没有后续消息 但少族反而更积极凝聚部落公式 1999年 大家来写春史计划结束之后 同年6月9日 少族文化发展协会成立 哇 这本竟然还在 我一看这个上面的人 在的人不多 当时的筹备委员 哇 几乎都 都不在 所以我感慨很深 丹俊杰手里拿的这本册子 是22年前第一届会员大会手册 当时他是少文协筹备委员之一 少文协的发起人有毛老仙 高荣辉 石敬才 毛米芝 刘秋香 毛荣昌 一共40亿会 正式会员有111名 协会以非云立为目的 以拯救及保护少族文化 传统语言及习俗为宗旨 而少族证明运动被放在首要任务 分别是少族证明 光华岛证明 德华社证明三大方向 丹俊杰回想当初就是因为与族人 一同参与援运而改变他的想法 推动少族证明运动必须要成立组织 76年 78年的环绕土地运动 之后 大家回到部落 有一点点的民主意识自觉的觉醒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是谁 大家都是我们从阿里斯坦追逐白鹿过来的 那到底我们是周族 那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长老又告诉我们不是周族 我们只是从阿里斯坦那边 追逐白鹿过来的民主 我们叫做扫福 当时的我们第一任的理事长 巴鲁先生在外面 因为我跟他参加过反动土地运动 那时候非常的震撼 一个没有族名的族群 等于是他的归属不知道去哪里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归属 所以我们反过头来 再成立一个叫做超主文化自治 超主文化发展协会 最后讨论会的定案就是说 先用这个不用自治协会 就是用超主文化发展 因为文化才是根基 那我们就从头回溯 超主文化发展协会 第一个要务就是先自己把名字 先证明成为少 就是由此来展开以后的 对国家也好行政部门也好 做一个正式的身份别证明 原本要推动少族证明的少文邪 成立不到三个月 台湾发生瑞士规模7.3的921大地震 当时人口不到300人的少族 有45户几乎八成以上震倒 他是以地震之后发觉 所以我们少族竟然一无所有 没有了观光资源 我们没有了田地 我们没有了山林 我们没有了手里 我们什么什么都没有 那依赖观光的资源一旦断掉 我们连我们的权力都要经过仪慧 都要经过南投县政府 连划个船都要经过 你要有拍照 哇 我们觉得很痛 那时候就开始在跟政府做一连串的抗争 直到现在 一场百年大地震 让市区在日月潭的少族人惊醒 决定回到传统领域的耕地上自立造物 由于地震的时候 我们所有工作都停摆 但是我们大家来写村时的伙伴过来 像台大城乡 城坡 吴密查他们 中研院城茂泰 很多人来关心 还有现金建筑师 很多人来关心这个少族 这个地震的情形 当时那个路都不通 所以我们也就跟他们组成了一个少族重建委会 也就是姓晋 城坡 台大城乡 这几个 来思考如何重建这个问题 所以那当时像邓湘瑶啊 简史郎也都是成员之一 也成员之一 那他们建议说 我们就到众原牧馆 到哪里去牧馆 挖地 填平地基 再以青钢架与竹子等材料 搭开起检疫组合屋 少族文化发展协会 成为灾区部落与外界的重要联系窗口 灾后各项重建事物 与少族镇民运动同时并行 没有中断 九一大地震发生后一个月 少族就提出灾变重建少族宣言 拉鲁岛镇民 重回部里祖居地 设置少族文化自治区的宿程 这个是日月坛 这边是日坛 这边是月坛 我们少族的巴勒宝 现在的日月村 巴勒宝这个居都在这里 所以这个凹下去 这个是哈苏兰就是南平湖 那他弯过去这个屠甲 这个屠甲就是布里 为什么叫做布里 布里在少族的画里头就是白的意思 所以少族说白白的就是玛布里布里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布里 叫做白呢 就是因为少族的传说故事 神话传说故事里头 说祖先是追逐一只白色的鹿 然后到日月坛来 发现日月坛是一个很好居住的地方 所以就把追逐白鹿到日月坛 那是白色的鹿跳到坛里头去的 这个屠甲这个地方就起名叫做布里 今天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布里应该就是少族到日月坛来以后建立的第一个部落所在的地方 所以那个九二一灾后重建 重建了一个什么样的少族的部落 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布里 少族希望政府还给少族一个文化富裕的园区 那像布里就是园区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落重建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少族来日月坛第一个落脚的地方 当初有这种想法 所以地震以后 少族的年轻人 少族的起劳 少族的祭司 还有外面的文化界的很多朋友 大家来协助 来帮助少族做灾后的文化 这个部落重建 文化富裕 大家就到这个布里这个地方 一票人 我来这个地方先巡视一遍 然后想到这个园区应该要有多大 然后应该要怎么做 他在提出很多的想法 他在提出很多的想法 就在布里这个地方 大家在洗地摇坐 那个帮文的时候就在那里煮东西 大家在那里谈话 谈话的内容就是少族的灾后重建 部落重建 所以这个也是记忆蛮深的一件事情 九一灾后重建仍在进行中 2000年中华民国进行第二次总统直选 民进党候选陈水扁以得票率39.3当选总统 这是台湾历史上首次政党人体 新总统上任不到两个月 在7月9号下午接见八位原住民人民团体代表 为他们长期服务原住民的卓越贡献 表达感谢 而少族的陈宗臣是其中一位 他走进总统府身上带着一堆证明陈情书 当面交给了总统 那时候我记得他是有邀请了八大一个族群 那里面刚好就有我们少族 那我要上帝之前 我还记得我有找那个 我们作为一个现营经建筑书 他们里面的几个人叫做 你帮我写一下书面资料 然后就帮他讲要写些什么 然后你帮我说 好像大家就一起想要写些什么 然后我记得到了台北以后 我们到总统府 那时候我还记得当初 召见我们是陈西平总统 那时候秘书长是张敬雄 主委是尤哈尼 我们一到的时候 当然八大族群都坐着 然后总统就跟我们聊天 然后就有一个一个族群 跟总统在对谈 当然很多族群都是讲他们这个事情 歌功颂鼓讲了一些政府的好话 轮到我都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我们少族还没有被官方认定是一个原住民的一支 当初我有带着书面资料 我就跟总统报告说 报告总统我手上有书面资料可以递给你吗 他说可以 好我就拿了一份给他 我拿给秘书长一拿给尤哈尼 还有各种族群都给他们一份 那我就边跟总统报告 然后他就边看那个手带上去的资料 那我还记得我跟总统就讲说 包括总统我们少族是原住民的一支 为什么被原住民委员会秉除在外 那时候总统愣了一下 因为他也不在看资料 也就听过来讲话 他也愣了一下 他就问当时的那个原民会的主委叫尤哈尼 然后就问那个主委说 对啊 是什么问题 那当初尤哈尼的回答是说 那是以前政府的事情 然后陈水平总统他回答得更妙 又跟尤哈尼主委讲说 那现在尤哈尼就没有回答了 然后后面我记得 陈水平总统再补充一句话 马上办理 2001年6月4日 政大的原住民民族认定研究计划出版 这在同一时间 行政院原民会召开盐商 少族认定为原住民族第十族会议 参与这场会议的生物人类学学者 陈水卓 他在1996年发表 关于台湾各原住民族之间的基因相近性 被引用在这份研究计划中 其实这个研究不是特别为了认定任何一个族群 那它单纯是一个学术研究 那它的源起是1992年 中央研究院的民族所在进行一个所谓东南亚跨东南亚区域族群的遗传相似性的一个相关研究 那在台湾的原住民族大概收集了十几个部落的检体 那包括有少族的日月潭少族 还有阿里山大邦的州族 那我们就针对他们的一些遗传的组成做族群跟族群之间的比较 那讲最简单的 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就是 我们人体有ABO血型 那如果少族跟州族他的ABO血型的这个比例都很相近 我们大概可以去推测他们有可能是同样的来源 那如果州族跟少族他的ABO血型的频率分布不一样 那我们大概也可以推测那他们的来源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们不是比较ABO这么简单的遗传指标 然后在当时1992年我们一共研究了关于ABO血型也有 然后地中海星评写人类组织抗原HLA 那在1996年的论文里面也都用到这些遗传数据来分析台湾原住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 我们得到的结论 基本上州族跟州族最近的台湾原住民族是布农族 那少族跟州族的距离没有布农族跟州族来得近 那我是相信这是针对少族认定他比较具体的一个方向 少族正女的时候当时是在延民会 那时候是浦中城主持的 浦中城当时是延民会的副主委 主委是纯建年 那当时的纯旗路有来 纯旗路博士有来 纯旗路博士有来 连主席浦中城也没有讲话的遗地 就卡 少族正名通过 好像我在唱独角戏你知道吗 你都是有当时的那个会议的录音 就我唯一 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棘手 存起录也没有讲话 就照案通过 因为那个条件太充足了 成为一个独立出钱的 必要条件都有了 为什么我还反对了 在那个调查研究案里面 我们的实际的 刚刚所讲到的遗传研究的数据 是第一次在这个研究案里面 被收入进去的 那在那个调查研究案里面 林修策老师他就 不管是从文化面 或是语言面 来分析 周族跟少族到底是 同一个族群 还是不同的族群 不过另外一方面 那个调查案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实际上去日月坛的少族的部落 进行座谈 另外一方面 他也进到了阿里山的达邦跟特副爷 跟当地的周族人进行座谈 然后去理解说 那少族要从周族里面离开 那两方面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然后在那样的调查报告书里面先呈现 然后在所谓的这个座谈会 在行政院里面的座谈会 再一次的把周族跟少族的人一起邀请来 然后在行政院里面大家一起讨论 那所以最后才做出这样的结论 生物人类学证据与族群 语言及文化 都被当作少族能否证明的证据之一 这是台湾历史上民族认定的首次经验 阿扁在这里 当时的族已经快接近完成了大概 2001年8月8日 行政院正式核定少族为原住民族第十族 而陈水扁总统在2001年9月22日 参与原住民人权婚礼宣布这个消息 少族万岁 还我那路倒土地 族人争取少族证明成功 让资金能活跃在原住民族 人权运动的巴默 类型充滥感谢 少族证明的转捩点就是 怎么讲 就是少族写办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第二个就是我们得到大家来写充实团队的这样一个节气 让少族有这么多的朋友结合在一块 若是没有大家写充实这样的一个团队成立 少族也无法成立 那同时少族也没有朋友帮他们 同时少族也没有办法去盖住 多数是因因相扣 所以少族的这么成功 我们解的是我们整个文化界 还有这些专家写者 还有我们大家来写充实 这些弟兄都功劳 都功劳 似乎上帝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肉术族群消失 来 所以让这些大家的朋友集合在一块 凝聚在一场 凝聚在一场 来拯救这个少族 我的名字叫做拉文 当年在游行指挥车上 控诉少族土地流失的石敬才 认为曾经的努力都有了意义 有时候回想起来 那时候我们的抗争 虽然很劳累很辛苦 可是有得到了一些 得到一些结果 活动土地运动 还有原住民增加增边保留地 这些都有结果 五年得到所有权状 这些都有得到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的心理上 对原住民都觉得 还不会觉得说愧对 最起码还有其他还要争取的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其老了 现在还是期望说 更年轻的 下一代的 假如想到说 看到说政府有 在欺负原住民的时候 再起来抗争 就是这样 那时候的抗争也满有意义的 也有结果 所以心理上也觉得满欣慰的 日月台的湖水与山岳 犹如一幅飘逸宁静的山水画 总能安抚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 对市区在这里的少主人来说 这是永远的原乡 要遵守对祖先的誓言 圆运是原住民族集体的呐喊 少族参与1980年代的圆运 在部落内部留下深远的影响 为了证明他们努力了十多年的岁月 在祖先的土地上 恢复了民族该有的尊严 原住民族的秘密要由原住民自己来决定 这是少主赠名的故事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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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eu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